舒凡老師潘慶忠分別贈送春聯 給台北市長蔣萬安 和民政局長陳永德 將兩人名字作為開頭 祝福市政順利為民服務 同時也因應今年兔年 表示有許多關於兔的字句 可以當作吉祥話 葵卯年就是我們兔年 很多人說它是金兔 也有人說它是玉兔 那麼玉兔就是迎春那虎 那金兔大家都去做了 那個金子的兔子 作為一個胸前別的一個 金兔子很亮很漂亮 那大家都是欣喜 這個兔子是會跳躍的 那也就是說 這個人的成功 可能今年那個機會是 跳躍式的進步 跳躍式的成功 所以只要你有努力 天道酬勤 一定會幫助你 就是你只要有努力 就一定有機會可以達成 我那個給市長做了一副對聯 就是用萬安兩個字做那個 坎字連 就是萬民騰歡新市政 那個安和樂利好迎生 那麼這是我們那個過去的市長 他從來都沒有參與過我們這個傑出市民的這個揮豪的出席來講 那所以呢這一次他會來算是我們非常期待已久啦 這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希望他這個新的市政會帶給我們台北市市民有一股非常好的紅火招氣 所以這安和樂利我們大家都是經營也很好生活也很好 就這樣所以以這個對聯做句子 那我們今年的新的民陣局長就陳永德嘛 以前是議員啦 我用永德兩個字做坎字連 永懷市政為首要 德茂葉城最親民希望他很親民 然後給我們這個民眾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大家經常來接見我們了解我們的心情 由台北市傑出市民協會主辦的新春揮豪活動延續18年 透過書法名家現場揮豪春聯及書畫藝術作品 讓市民感受書法字體藝術及新年意象 現場市副長官也一同開閉發揚書法藝術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承 就像我們今天的主題 玉兔迎春 新春揮豪 我想除了我們協會 也結合我們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就希望把這樣的書法藝術文化精神 持續的傳承 也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學習到 特別在春節過年期間 年尾很重 當然一定需要有春聯 那今天來也要跟大家特別宣傳 除了兩星期之後馬上就除夕 今年過年比較早 那過年之後請接著元宵 然後這一次大家知不知道台灣燈會回到了台北舉辦 而且是睽違23年 我們從2000年然後到各個縣市 今年終於再次回到台北 我想這將不只是我們台北的光榮 也希望能夠成為台灣的驕傲 讓所有不只是我們各地的民眾 甚至國外的觀光旅客也都能夠來台北 感受到我們這次燈會的好燈會的美 我也藉這個機會來宣傳一下 這一次台灣燈會在台北 其實我們是用一個城市光榮的概念 什麼意思 也就是不再聚集在一個定點 而是我們從101台北市政府 到松菸文創國父經驗館 一直到東區商圈 整個籠帶 所以大家可以盡情的享受非常多富有創意 精緻的燈飾 而且在台北我們有12個行政區 每一個區都有一個主題燈飾 所以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感受到這一次燈會的規劃 而且我們也特別讓藝術入店 也就是在東區商圈 我們讓很多藝術作品跟店家合作 大家不管是在咖啡廳或咖啡 感受到很多藝術的氛圍 或是走入店家也感受到這一次的燈會 能夠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所以也希望大家廣為宣傳 讓周遭的好朋友在規劃春節期間 大家旅遊的行程或是走春或元宵期間 可以來台北欣賞我們這一次的台灣燈會 台北市傑出市民協會 跟我們市政府民政局 大概每一年都會在這個地方市政大廳舉辦 鄭春年的這個活動 鄭春年的這個習俗 在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裡面 是帶來一種喜氣 吉祥 除舊不新 這個東西 書法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中華文化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虧保 台北市傑出市民每一年所產生的 這一個傑出市民 因為它的征賢過程非常非常的嚴格 所以每年所產生出來的名額並不多 有可能只有一位 有可能只有四到五位 那你先看到我們穿這背心 這是我們歷年所產生出來的傑出市民 是 那我們傑出市民的話 這個我們的宗旨的話 就是說我們這個目的就是說 既然是對台北市有重大市政貢獻的 那我們就一樣就是說 當選了以後呢 我們這個社會的執政 每一個成員呢 都奉獻你這個社會 這台北市民有任何這個社區 我們需要一些像這個冬季 這個寒冬汶暖的這個紅的呢 我們都會去參與 會去關懷一些就比較貧困的一些家庭 這都是我們的一些任務 那鄭春蓮是每一年 會在市政大廳這邊來做這樣的一個 鄭春蓮的這個活動 春節期間 家家戶戶貼春蓮 掛字畫籍藝術作品 有除舊不新 萬象更新的氛圍 春蓮上的字更可以鼓舞人心 祈福隱星共同迎接葵茂兔年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